多么感人的故事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非常感人的 在网络里头不断的询问你的影片 这个叫最后三分钟 这个小孩他诞生没有多久 就面临了死亡 生命与死亡 生命的富裕与生命的剥夺 一直缠绕着他的人生 我们不知道他可以走多久 Make a wish 让这件事情成真 他变成了在那一天里头最快乐的人 而且他给了好多大人 好多究竟山市的市民快乐 但是我们的生命不管走多久 有一天我们都得放下很多事情 最终是放下你的生命 如果你只有最后三分钟 你会许什么样的愿望呢 来看这支影片 你曾想过从现在起 你还能活多久吗 生命从来不在我们手中 这是最近在网络窜哄的短片 The Last Three Minutes 三分钟的短片里 想回答一个很难的问题 人生最后三分钟里 你会想念什么 我们最难抹去的是爱情吗 人生最后 hay两分钟 人生最后三分钟 之后 我看您最后四分钟 之后 你最后一分钟 听见了 这个问题 你最后一分钟 间 I love you baby 气息将近之前 我们最享艳的 竟是最会恨的忧伤吗 知道本片的年轻香港女性导演 自己是在痛失九岁的妹妹后 才决心追求电影梦 他说他用连续的主观镜头 让观众自己有机会 在三分钟里去沉思 自己的爱情 心情和友情 一生的回忆和爱恋 在三分钟内一目接一目到时 也一次一次揪心地挑战观众 若今天就是气息种植之日 我们找到最重要的生命价值了吗 影片最后回到主角出生的那刻 每个人的生命如此宝贵 愿你在三分钟的短片结束后 珍惜 珍重 属于台湾为流浪动物 呼吁的电影纪录片 很快的即将上映 那么这个纪录片呢 在11月29号正式的在运线上映 12页 说的是我们的流浪动物所面临的生命倒数 说的是我们台湾人一点都不美丽的风景 我们的残酷 我们的无情 我们对把我们当成最恩爱的动物 无情抛弃的过程 那是个有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